中央社阿布达比8日综合外电报导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今天表示,日益成长的再生能源产业去年在全球创造了50万份新工作,首度突破1000万份工作大关。 法新社报导,总部设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首都阿布达比的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英特。 内申尔勒内瓦布尔恩阿根西,IRENA发表新报告指出,到2017年底,全球对前进能源的利用已创造1030万份工作,较前一年月增5.3%,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秘书长安明阿德南Z。 阿米表示,调查结果显示,再生能源已成为全球各国政府寻求低碳经济成长的支柱。 安明表示,这项数字基本上支持我们的分析,也就是全球能源体系低碳化能使全球经济成长,以及到 2050年,此产业能创造达2800万份工作,报告并说,中国、巴西、美国、印度、德国及日本引领世界,相关工作70%来自这些国家。 笔者,蔡嘉玲,合稿,留学员1070500万份工作。